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是我們氣象組 針對108年度成果發表會 進行 介紹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防災氣象 服務的新功能 我是氣象組組長余一強 我們氣象組呢 在主要的任務呢 包含三個項目 第一個 我們會去支援中央應變中心 情資研判 的工作 第二個 我們會針對防災的需求 去落實氣象研發 第三 我們在災害來臨前 也會提供 預警資訊 以及 防災氣象 服務的工作 在去年 我們也開始進行了 台虹中心整病的工作 我們盤點了 台虹中心 過去研發的成果 我們將它 進行 防災的落實 這些成果呢 包含了氣象模式的研發 包含雷達預警技術的開發 同時我們也將它們 雷達 雷達閃電 以及其他搖側新建的技術 進行預警技術的開發 同時我們也利用雷達 資料 的同化技術 來發展 短期預告的 短期預告的模式 把這些資料呢 提供給 防災 應變時候 所需要的一個 雨量資訊 第二個 我們會 針對 細節系統 持續的去 研發 維運 同時改善它的 預報能力 也針對 防災的需求 開發相關的產品 第三個我們利用 WALF 以及全球模式 MPAS 去開發 水資源所需要的 長期預報 的系統以及技術 提供給水資源管理 來參考使用 在雷達技術落實的部分 我們整合了全台灣 包含了氣象局 包含了國防部的空軍 以及民航局 以及新建制的 防災降雨雷達 總共10座 將這些資料 進行資料處理 資料整合 應用 以及展示 來提供給防災 下游應用 來做一個參考 這些資料 我們建立了三個模組 包含了資料處理模組 從原始資料開始 我們進行資料的 三維資料處理 以及它的資料評管 最後做 高解析的整合 同時我們也開發了視覺化的系統 將 3D的資料 進行 自動繪圖 的一個功能 然後把這些資料 透過服務系統 來做一個展示跟服務 這個就是我們去年開發的 多視角 3D雷達的一個展示界面 我們透過這個界面 可以了解 影響我們台灣地區的系統 它的3D結構 它的3D結構 以及它的 強降雨的一個區域 這樣的資料 可以提供給 防災人員 了解未來 整個雲雨 的一個變化情形 我們也利用了雷達資料 同化技術 來提升我們預報的高解析度 以及 它的頻率 透過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提供 更精確的一個雨量 預報的一個 產品 這個系統 我們每30分鐘 會啟動預報一次 每一次預報4個小時 也就是我們每一天有48次更新的預報 透過這樣的資料 我們可以掌握 正在影響我們的強降雨系統 未來的一個發展 以及它的變化 有利於在各地區針對 短延時暴雨的應變工作 我們將剛剛所講的監測 以及預報系統 做一個整合 在圖上的界面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是三個 30分鐘的 監測雷達資料 後面我們可以提供了一個半小時的一個 雷達 預報資料 所以透過這樣兩個小時的資料 可以讓我們過去在使用雷達上面 有一個延遲的一個 資料不足的地方 做一個外延加強 這樣 對我們掌握 整個強降雨的一個變化 更為有效 更為精準 在細節預報系統的建置 工作上面 過去台紅中心 已經有相當的基礎 透過這樣的基礎 我們整理了我們的硬體 跟軟體 將這個系統 在 服務跟提供的時間 更加快速跟穩定 針對應變的需求 我們也把這樣的一個產品 去做一個 有效的開發 同時 我們將 氣象局 以及我們中心 的細節系統 做了一個整併 除了中心的16組 細節產品 成員以外 我們也 借接了 氣象局 WEPS 20組的成員 同時 氣象局也提供了我們 決定性預報 三組 總共有39組的成員 透過這39組的成員 我們就可以進行 防災的一個 加值 以及產品的開發 同時我們也透過 API 開放資料格式 來提供 外界防災單位 來索取跟使用 在全球模式開發的部分 我們利用了 美國大氣研究中心 也就是NKAR 的全球模式 MPASS 來做一個 研究 的基礎 這個模式 它是使用了一個 先進的六角網格 同時 透過全球網格化的方式 來處理 它就會 秉除過去 我們在用區域模式 它需要考慮邊界條件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模式 我們建置完之後 我們的預報 時間可以延長到15天 這樣的一個預報 對未來水資源的需求 就有相當的 挹注 同時我們每一天 將預報的頻率 更新的頻率 提高到每一天 可以做四次的預報 那這些資料呢 已經開始對外 去做15天 雨量的一個資訊提供 在這些多模式的一個應用上面 我們剛剛講了 細節預報有39個成員 我們也 進行了全球模式的一個預報 然後 相同的我們在過去針對颱風 也有相對的 一些模式的成果 透過這些預報的成果呢 我們可以 影響我們的颱風呢 進行入境 雨量 的一個風險分析 所以在圖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每一次呢 都可以有40組的路徑 來做一個 影響程度的一個 了解 跟 研判 同時我們引進了 分群的方式 也就是 在 未來影響我們颱風的 路徑上面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中群 偏左偏右 三個不同的一個分群 透過這樣的分群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 影響我們的一個風險大小有多少 有了這樣的一個分群呢 我們就可以 進一步的去研究 雨量預報的一個 這個風險 從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在40組的 這個預報結果裡面呢 我們可以分成 偏左 中群 偏右 同時我們可以把未來 不同時間的雨量 它的分佈跟強度 去做一個 展示 透過這個展示呢 防災單位就會知道說 在 目前要影響我們颱風的一個 狀況下 很可能它的情境 會是什麼樣子 有了這些資料之後呢 其實我們針對 使用者的需求呢 不斷的在開發新的產品 在過程當中呢 我們引進了 四種的 統計方式 來進行風險分析 跟處理 在路徑上面呢 我們也針對不同的情境呢 去做一個研判 提供給應變期間呢 的 應變處置 應變 應變的 研判的需求 來做一個提供 在資料服務的部分呢 我們 透過了 API的一個 系統呢 我們已經提供了 五個單位來 借接這些資料的使用 那這些資料呢 已經廣泛為 防災單位 所參考的一個 重要的 一個資料 在 客製化服務的部分呢 去年一整年呢 我們總共開發了14件的產品 這14件的產品呢 都 進行了一個 自動系統上架的部分 我們把資料呢 全部都 這個放在 天氣與 氣候監測網 也就是 防災單位俗稱的 Watch系統上面 進行 作業化的測試 這些產品裡面呢 包含了 登革熱的統計 包含了 殘害指標 包含了 高鐵需要的 風雨警示系統 也包含了雷達3D 應變所需要的模組 同時地方政府需要的 午後雷震雨 的監測 燈號呢 我們也建置在這個上面 同時呢 針對閃電強降雨 我們也建立了一些 參考用的指標 也有 豪大雨特報的 統計界面 這些東西呢 我們都一併在這個 系統裡面呢 提供給 防災單位 以及 一般 民眾來參考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個介紹 謝謝